中餐很好吃 Pelly, Renato, Messi和伊丽莎白皇后一起来新加坡吃美食 中午的时候,他们去Nando's餐厅吃午饭 Renato和 Messi要点西餐 Pelly和伊丽莎白皇后要点中餐 服务员Shawn说 Nando's餐厅有西餐,没有中餐 Pelly和伊丽莎白皇后很伤心 Shawn说 海底老餐厅有中餐 Pelly和伊丽莎白皇后 去了海底捞餐厅 Pelly点了火锅和茉莉花茶 伊丽莎白皇后点了小笼包和橙汁 Pelly说 火锅的味道辣辣辣的 他们的肚子越来越大 可是他们很开心 Renato和 Messi说 Nando's餐厅的食物也很好吃 可是买单的时候 他们没有带钱 他们给Pelly和伊丽莎白皇后打电话 Pelly带了很多钱 他帮他们买单 他们吃了很多美食 他们说自己越来越胖 他们要减肥 要运动 要踢足球 可是伊丽莎白皇后说 刚刚吃完早饭 午饭和晚饭 不要运动 这样会越来越不健康